Coco早餐 8点17分46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我们现在要连线的是 商业周刊的记者 曾如莹 因为商业周刊最新一期 要做出了一个年度最强的商业好点子 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报道 这个特别的报道 这个好点子 帮你来筛选出来的20个idea 撞击出你的2014年的新脑袋 那这个好点子 将来如果说它可以完成实践的话 搞不好中间还会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点子最后当然是要来实践的 而这个好点子的企划案 究竟是怎么样规划的 那我们的这个读者或是一般的听众 从这些好点子当中 有哪些的这个发想的撞击出来的可能的参考呢 我们就请曾如莹来告诉大家 如莹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非常谢谢 我们先看你们这个好点子这个计划吧 其实是因为今年到现在年中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有讨论说 我们今天看到非常多的创新在各个角落发生 我们先从发现各个团 像台湾或者是美国日本 然后德国都有非常多新的创业团队出现 那他们做的产品呢 也都会被大家注意到 那我们就开始说 我们就想说 为什么最近这么多的创业潮出来 那影响力都很大 那开始我们先会有一个全球创业潮的封面出现 其实我们发现说 这些点子好像就不会像我们过去认为说 是很大的技术创新啊 或者是像是Google啊这种 或Skype这种的公司 而是那种很小很小的点子 例如说我透过一个平台 给人家跟这个有闲鱼的人借钱 然后或者是说有类似食物银行 就是把剩余的食物给比较贫穷的人家 那我们想知道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些点子 那我们就想说 是不是我们去搜一下 全球台湾中国这种好的点子 到底是怎么样点 让大家看看 好 这个是你们整理出来的 对不对 现在就说 这些好的点子里面 有很多次你想象不到的 那我们来告诉大家 今天时间的关系 只剩8分钟 我们尽量的把这20个点子当中 你觉得跟台湾的这个 我们的听众朋友比较相关的这些点子来 一一的来说明一下 看我们怎么来运用吧 对 我们最有名的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像Ubike Ubike就是在台北 然后你可以用很短 就是大概很低的价格租借 然后做通勤这样子 对 那其实早期Ubike 大概只有67万人使用 那都没有人在用 那但是他进来 他用了一个免费的策略 就是说前面30分钟 大家可以不用钱 那大家就会想说 而且他的点又补的非常多 所以大家就试试看这样 然后就 甚至现在还发展出说 特别的Ubike路线 然后这个路线里面 我们去哪里有好玩好吃的 那现在的使用人数呢 在一年之内就有暴增到1000万的人次 就是从67万到1000万人次 这是非常多的 这个非常大的影响力 我们觉得这个真的是个非常好的点子 好 这个Ubike点子到底当时是什么人提出来的 其实Ubike其实很早在台北市的时候 就有试用了 那只是说在布点的方面 大概只有在新一区左右 所以他的使用的人并不多 但后来有像是那个巨大的公司 他们有去再做经营跟 把点步的比较多一点点 那所以就把这个service给做起来 这就是这个企业界跟这个政府的公共政策 这个相结合当中 大概还蛮成功的案例嘛 最重要的是他把资讯做得非常的这个清楚 对不对 对 好这个除了Ubike之外 我们继续讲下去吧 对 其实我们除了在台湾的点子之外 我们还有在国际的点子 国际点子有没有很有趣的 就是你家的空房间或空沙发可以租借 就是这个这个有网站叫做Airbnb 就是他让大家去登记说 我家有一个空房间 那有没有那种旅行的人要来 那他可以我可以便宜的租借给他 那这个这个其实台湾的读者 可能有些人比较陌生 但是其实台湾的人也有在在上面登记说 谁要来台湾的话你可以住我家 这样 然后他可能收取一个很便宜的费用率 台币可能大概一千块以下也有可能 但是他可以可能可以跟世界上 这个空屋闲置 你的空房闲置率就会降低了 对这也是非常有趣的点 我们看到了这个 你讲到这个其中 二十个点子里面有一些 这个后面你们讲到 跟台湾最有关系的嘛 对不对 有一个那个 帮你辨识不明来电的这个团队 后来还被人家并购走了 对 Husco就是说 好厉害呀 这个其实来自台湾人的需求 因为我们诈骗天花太多了 那大家就想说 那他们就想说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让大家不被诈骗 那他其实这个需求其实一直都有 但没有人想 都没有人想去满足说 我们怎么去让这个使用者更方便 那他们就想到说那我就来一个给你辨识说 我告诉你 这个是诈骗电话不要接 那他其实就是一个平台 让有时候让大家去回报说 我告诉你这个是诈骗电话 其他人去回报 那他就可以造福所有的使用者 那这个也后来被国际的公司给并购了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说一个好的电子 他不一定要有太大的技术创新或是服务创新 他可能只要满足这个消费者使用的一个生活上的需求跟不便 其实他就影响力就可以扩大 甚至他还可以赚钱 这个很重要 这个Google Look 这个APP的Who's Call 后来是被LINE的一家母公司给买走了 而且金额达到了台币有5亿2900万元 这个团队都是蛮年轻的原始的创办团队 对不对 还有一个你们讲的这个案例 是讲加油站卖这个蔬果 这个是水果界的7-11 在加油站卖蔬果 一边加油一边买蔬果 到底后来的发展的状况怎样 其实原本他们以前就是为了评议赛价 所以他以前是用送的 那就被股东就讲说 我们终于也没赚什么钱 就是说股东当然就会觉得说这样不太好 那后来他们的经营阶层就觉得说 既然终于是一个这么大的通路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加油站卖吧 但没有想到效果非常好 不论是6000斤的芒果还是75000斤的香蕉 都是因为直接跟产地销售的购买的 所以价格非常平易近年 大概每次大概就三天内就销售完毕了 而且并没有所谓的耗损率这样子 因为大家可能加油完油可能就回家了 就顺便提一栏菜和一栏水果回家 好这个是这个跟台湾有关的几个案例嘛 那还有几个像比方这样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开个一人的工厂了 这个是3D烈影的一个风潮的推手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小镇这个自救 那换句话讲有了这个我们的网络平台之后 很多的创意都已经透过网络平台 透过互动就慢慢来实践当中 对因为平台这种东西就很 有一个老师很比喻说 其实现在就很像是一个鲸鱼缸 就是里面有各色各色的鱼 非常容易被看到 那你就把自己的创意展现到最美丽 其实就有机会其实被全世界的人使用 或者是很多的创投看到这样 好刚才讲到把你家的房间当旅馆来卖 那不过如果说真的自己要变成一个 民宿教育网上的一部分 那恐怕你去登记之后 自己还要有一些民宿的准备 对不对 对其实它其实里面就是会 就是会必须有一些说 它其实不太像是全民宿的概念这样 它只是把自己的空房间去使用 所以不太是说你家一定得要哪个民宿执照 在说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的房间跟 我记得有个电影叫恋爱假期吗 它的房间在英国的跟加州的豪宅交换一下 对不对 还交换出男朋友了 还不错 然后这个是这个平台 还有一个平台更有意思 是用自己的空车去赚这个顺道钱 他今天要到哪去了 然后如果有人刚好要做这个顺路的话 就可以收点小钱 然后就就让他上来了 就开到那附近了 这蛮有趣的 对 他甚至是说 我如果家里是有宾室的话 我可能就是 A到B点 我顺便的话 我还可以就顺便载你这样 那这其实一开始是来自于 他发现很多的计程车 它是空车的 那都没有使用的状况下 他其实这个平台 他就是让你去登记说 我这个时间点有空 这蛮好玩的 对 然后使用者就可以去说 到底是可以载我 然后所以你可能 你可以 你可能被载你的是一个Toyota 但也可能真的是一个宾室车 因为有些车子是接送机场的 这个叫做 这个平台叫做 叫做Uber Uber 另外好吧 最后50秒钟 我们谈一下这个最近 其实新闻上很多的比特币 对 比特币其实是 它其实是一个 算是一种虚拟货币 那其实很多的 像德国 他们已经承认这一种的 它其实是一个有限的 就是它是用一个 它是用一个城市去挖掘的 所以它其实是有限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无限发行的 所以它的单价 已经到1000美金了 所以几乎是直逼这种黄金这样子 那它其实因为它的交易 它不用说真的是食物的交易这样子 然后也没有说到中央银行管理 所以它的管制非常少 所以它可以帮助一些 开发中国家经济的转型 那只是现在说 它的安全性 以及它被大家承认 受到质疑 谢谢了 谢谢如莹 谢谢 谢谢 收下注看的记者 真如莹跟我们讲的好点子 大热门